有的球员看起来很硬 但对抗起来像面条一样软 例如撞远中锋爱顿 有的球员看起来像跟面条 场上却无处不在 球锋硬朗 如果说当今联盟有一位球员 能有拿四双甚至五双的可能性 那他只能是切特或姆格伦 仅仅三场比赛 他的进化程度超乎想象 面对整体身材矮小的老鹰 围停前三节都在热身 最后一节 切特的火锅盛宴吹响收官号角 连续三个盖帽 伺候的老鹰重将不敢进三秒区 回到进攻端 切特更是三秒区外点开防守后 直接焊地拔葱爆扣 三人合围如同虚射 空接灌篮的高度 让防守球员只能仰视 有一种轰炸机头炸弹的技术感 最终雷霆末杰净身21分拿下比赛 切特在防守端鞠躬至尾 全场他送出6G火锅 本赛季出的三战 他场均贡献24分13篮板 三助攻4盖帽1.3次强断 表现比文斑亚马强了两大 可以说切特是极品的体系球员 如今的这只雷霆 更是配置合理 冰墙马状相比于文斑 切特的下盘更扎实 投射更精准 横移速度和防守判断也都不落下风 以他的技术特点 未来或许我们真能看到四双 甚至五双奇迹的出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